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伤势过重了去世了 他的父母呢也在阻止行送的过程当中了受了一个重伤 目前呢也因为没有费用了其实去知识继续治疗的话也只能够拖着一个受伤的身体呢 说啊这个二老了已经都返回了家中 所以可以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确实对很多粉丝来说应该都是很难过的一个消息 而且也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但是还好呢现在的话 这个涉案的男子也就是李小小的前男友呢已经是被警方的控制 而且目前来说那么其实接下来呢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而杀害他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在此前的话那么其实李小小呢 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前男友不够上进而且确实非常懒散 连工作都没有虽然也提出了分手 结果呢他的前男友就想着报复 那么最后呢不仅闯进他的屋子里面把他的父母呢打成了重伤 而且呢也直接杀害了李小小 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一方面呢很很很生气 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痛心 毕竟呢其实我们回顾李小小他的一个生平呢 可以发现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也非常乐观的人 那么李小小呢其实啊他当时呢在2014年左右其实曾经是一个 平面模特 他后来呢因为意外发生一个车祸的导致自己的高位劫他呢他也是不得不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李小小呢其实即便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突变的生活和命运呢 他也没有屈服 而是自己呢其实转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然后呢 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乒乓球上面 并且呢通过训练成为了一个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还帮助三西西呢在 9月份举办的全运会当中呢拿到了女子双打的银牌 所以其实啊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其实李小小的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姑娘 而且呢根据他生前很多粉丝在网上透露了 其实李小小本质上也非常的活泼非常的爱笑 而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人 那本质上他对未来的生活的还有很多的憧憬 从他呢即便是高位劫他还要追求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样的一个 轨迹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李小小呢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一个追求 所以可以说啊这一次呢真的是交友不慎也遇上了这么一个前男友 也导致自己的一个生命呢早早就结束 真的是非常的痛心 也非常的可惜 当然其实啊最终的问题呢肯定就出在他这个前男友身上 那本质上当时李小小呢是一直供俑着他 而这个前男友呢有始至终都没有出去找工作 正常来说其实谁遇到这样的一个前男友呢都不会选择和他在一起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呢李小小呢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相互扶持 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前男友一起呢一起呢能够共度余生 但是这样的一个前男友的话不求上进也不去找工作 连基本的收入不能够确保的话那么其实根本就是一个靠不住的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时李小小呢和他提出分手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只能够证明这个前男友确确实实呢也是做出了惨绝人寰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这一类人呢那么在之后的话应该要严惩不淡 那么既然呢他让李小小付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那他呢也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我们也期待了之后的话他能得到他应该受到的一个重罚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